好 各位觀眾 繼續在您關心新北市三重房屋傾斜的最新現場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時間大概是九點多左右 不少的住戶已經和廠商來進行開會 來進行出座的鞋箱 之後他們也提著大包小包 那是慢慢的來進入到這一棟傾斜的大樓裡頭 來進行返家取物 但是很多人關心 那我拿完東西之後到底什麼時候能夠回家呢 目前最新的狀況是 目前他們圖木技術工會正在進行房屋傾斜率的測量 那麼最快呢 也要在今天稍晚之後呢 才能確定這個傾斜度 那麼究竟這個現場狀況如何呢 新北市長侯友宜呢 也到場視察 現在聽一下他怎麼說 針對地下室滲水的地方 在強化 除了再趕快給你平衡股定以外 也針對讓人漏洞開始要來做補強 那目前由我們公務局 接手在處理這個區塊 能夠確保整個大樓能夠安全無遺 所以目前為止 看起來經過監測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經過謹慎長期的評估以後 確保安全無遺以後 才會讓住戶回到家 那今天下午 對今天早上 我們在監測無遺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這個住戶 就他們屋子裡面的現場 到底有沒有受到審壞 我們住戶住戶的可以再上去 跟住戶一起來做一個檢查 這個建商九人建設 在整個宿工過程造成一個嚴重的臨審 當然是一定是個黑鈴丹 我們不斷下令停工以外 未來如果他還有任何的健康 我們一定會全力的嚴格的督促 而且一定有不允許再有任何的公案 這個事件出現 所以這個建商我們已經把它列為黑鈴丹 所以除了我們看看他還沒其他工地以外 我們對他們未來一定嚴格管制 好 我們看到呢 目前不只是這一棟十一層樓大樓 發生的清血的情況 就連旁邊的這棟白色的五層樓的建築 也疑似有出現傾斜的一個狀況產生 所以目前同步技師工會 正在對這兩棟樓 進行一個傾斜度的測量 那麼之後才能夠給住戶一個安心的答案 向最新主播